上课都在论坛 论坛里面的话 我们总共两次 今天第三次上课 所以上礼拜的东西 基本上就讲了这些 包含就是说 有关Eclipse的应用 好像还是有同学对Eclipse不太熟悉 不过我建议你就是多多去使用它 那刚刚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将来回到家之后 你要把同样的东西 在家里也可以开启的话 当然我是建议几个方法 第一个我们开启Eclipse的时候 它会询问我们说 我们的Wallspace在哪里 所以这边的话 Wallspace也就是说 你可以有个方法比较简单 就是你把现在这个 C叠底下这个目录 抠到你家里一样的位置也可以 然后它开启的时候 会问你说你的Wallspace 你就是指向一样这个目录 OK这是方法一 当然如果你将来 你不放C叠 你放D叠 那你就去找D叠 但关键就是你要把整个目录 C叠回去 当然你也可以C叠到随身碟 不过我记得好像C叠到随身碟 有时候会发现一些状况 好像它对于实体的硬碟是没问题 可是随身碟好像之前有发生过问题 OK所以我是建议你刚才C叠到你的D叠 会比较是理想的位置 OK 但如果有同学说老师那可是我不 如果我不要这样call的话 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另外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吧 就是我如果备份的话 一样我会到我的那个 就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我一样会备份那个 我的那个目录 因为在C叠底下的什么呢 在那个C叠底下的有一个这样 Python的一堆 我们这个路径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找到那个 Switch or Space other这个 它就这个目录 那么C叠底下 后面会加一个2022 因为我之前上课好几个目录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找一个2020的那个目录 那么在这里 OK 另外一个方法 就要不就把这个复制 到你的随身碟 然后再call到你家里的这个电脑 另外第二个方法是说 我另外一个方法 我会备份什么 备份里面的这些 这些点Py的模组 module有没有 按右键new module有没有 那如果将来呢 你要再把它拿到另外一台电脑用的话 我的希望就是 你要不就是把这些拖拉什么 拖拉到这个 但是记得 你要另外自己再加一个专案 有个SRC 那你就把这些拖拉到这里面就OK了 也是个方法 OK 这个我看 new 一个什么 比如说 它也是这样new new 一个 这个 所以你如果不用 workspace 那你要另外开一个module 那比如说我的module的话 假设是test 不能一样的名称 test2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记得3 用最新的版本 create source finish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多一个src 那我另外一个方法啦 我自己的习惯是我就把它拖拉 拖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个加号 那记得你就把它丢到 这个什么src里面去 放开 OK 那它问你说你要不要copy 那你就把它copy过去就可以 所以以后呢 你在网络上啊 人家会或者是一个光碟书里面都是点py的档 那你要拿来这边用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它call过来 OK 把它copy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模组又可以再把它打开来了 你另外这个方法 OK 那差不多这样就应该 另外特别注意 就是你千万不要去更改这个 workspace 里面的所有名称 因为你一变更的话 它下次开启这个 workspace 它找不到目录 它就开不起 那个东西不见了 所以特别注意 里面的名称不要修改 但如果你要修改名称的话 请各位注意 你要自己在哪边修改 而且你 比如说你这个名 这个假设你要改 比如说成绩你要改成英文名称叫score 那你按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这个什么呢 如果你要重新命名的话 在这个位置 叫refactor refactor 然后就有一个rename 就在这里 然后你点一下那个rename 那你再去重新命名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要改成 把它改成score好了 好 哦 哦 OK 只要改一个名称 按OK 这样子它就变成score 有没有 就OK了 好 千万不要自己在那个 workspace 之下 改完之后 那个就不见了 好 特别之后 按右键 如果你要改 有没有 这边有个refactor 有没有 然后呢 这边有个rename 就在这里 或者你也可以记快速键 auto加什么shift加r 不过这不用了 反正这架找得到就OK了 其他大概就是这些功能 有些细部的功能 它常用这些 如果不常用的话 我想你就是 遇到再说吧 如果材料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提出来 OK 其实基本上 暂时其他 它功能非常多 不过暂时也许 你用不到 你就先 不用太特别 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到 Eclipse的官网上面 它有相关的 整个环境的说明 非常详细 只是说 那可能就是一本 这样说明书 很难看 OK 所以大部分都是 摸手了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 怎么用了 OK 我讲过 这个环境不是 只能写python 你将来如果你要学Java 你要学C C++ 或者是其他JavaScript PHP 反正举凡 一些主流的程式员 都可以用Eclipse来撰写 不会有问题 那其实Eclipse就是一个编辑器 讲白的就是说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会自动提示你 然后会帮你换颜色 然后帮你建专案 建模组 那你想说 如果我不用这个环境的话 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编辑器写 可以啊 最简单的 电脑一定有 记事本 记事本可不可以呢 绝对可以 一样你可以把这些程式打完 打在记事本 然后Save as的时候 把副档名改成.py 就可以了 然后Run的话呢 你要自己去DOS底下 去打那个python空一格 然后你的.py的位置 一样可以Run OK 只是说 那实在是太手工了 你最后你用了 你发现这还是太好用 这个功能 因为它只是说 帮你把那些可能 比较索碎的动作 直接帮你整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叫IDE 就是一个什么 整合性的一个开发环境 IDE OK 类似这有个专用名字叫IDE OK 就是让你比较好开发 OK 好 当然不是只有这个环境 我讲过 还有有一些要钱的 有一些这个是不用钱的 要钱的话 可能是像什么 像Intellum Gen Z 还是什么 另外还有像微软的那个Visual Studio 也可以开发 只是说每个人使用习惯不一样 我是觉得它的好处是它的档案蛮小的 大概一两百玫瑰而已 那如果你装其他的那个环境 有个缺点 哇 像Visual Studio 一装起来都好几GB 有时候超过十GB的东西 你只要写一个简单的东西 你装那么多干嘛 OK 还有有一些是用其他的 也是装了一大堆 所以目前我看 为什么会挑这个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它轻巧 然后可惜 环保 对不对 OK 而且不用钱 如果大家也有缺点 什么缺点 缺点 暂时想不到 好了 反正 如果你们有找到更好的编辑器的话 你可以不妨试试看 或者告诉我 OK 我目前挑到的应该这个应该是比较OK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写了几个结构控制的范例 包含就是年龄 OK 然后还有成绩的计算 另外BMI的计算 OK 这部分的话建议回去 一定要 除了要会之外 一定要非常的熟练 我讲的熟练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为什么程式写不出来 因为根本不熟 会啦 可是一直在那边记得 好像有什么要写什么 但是常常就是写了这个忘了那个 OK 比如说写完之后忘了打冒号 然后Enter之后呢忘了tab 然后要不然就是 这边少打一个那个少 那程式这样一定要完美 一定要100分 差一个都不行 所以你们要想办法熟练它 要不然的话将来就是啊 另外一个方法 你拿范本来参考 所以有的时候啊 写过东西你要把它留下来 以后呢拿来参考 总不会错吧 OK 所以你要想一个方法 让你的程式不要写错 诶 这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说真的很多人啊 学程师都很容易放弃 为什么 怎么可能 这个记忆力这么好吗 全部都要把它背起来 怎么可能 对不对 哪有那么聪明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是天才了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是天才 用天才的方法在学程师 那你一定会想放弃 对 大部分人我遇过在 应该真的是屈子可属啊 以前只有遇过 大概一两个学生是非常天才的 他好像有什么 类似那种自闭症那种小朋友 哇好厉害啊 看程师看一遍 全部背起来 然后全部打 全部正确 但是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少的 OK 大部分人都刚好相反 看一遍之后全部忘记了 现在是叫他打 不知道怎么打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记得 可能你 也许把之前写过的东西留下来 回去的话 反复练习的这个方法 另外的话 四舍五路 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我们有用过几个方法 要不就用RUN 要不就用FORMAS 不过我蛮推荐用FORMAS 因为FORMAS 真的蛮重要 就像Excel里面 Excel里面不是我们把资料填上去之后 它里面有很多格式吗 对不对 其实在Python里面 你就要FORMAS的函数 在Excel里面可以用滑鼠点 但是FORMAS 在Python里面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懂得用FORMAS 才有办法把你要的结果显示成像类似Excel那样的结果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讲到有关FOR迴圈的 最后的话我有写完一个用FOR迴圈呢 把1加到99的部分 把它应该讲到这里 那再来的话呢 今天接着就继续来看那个迴圈 所以第三个单元 所以请各位待会开启这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 的那个第三个单元 OK这里 回圈资料 这个资料结构与制定函数 所以今天基本上会讲这个 那回圈呢 主要会有两种常用的回圈 一个是FOR回圈 另外一个就FOR回圈 那两者最大的差别 FOR回圈它有一个范围 所以你跟他讲一个范围 他就把你的范围跑完 他就结束了 那FOR回圈是 他没有范围 他是当某个条件 为处的为真 他就去跑 如果为FOR就离开 所以是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为处做 如果为FOR就离开 就不做了 OK 所以那要什么去 利用这两个回圈 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OK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举 像上礼拜我们讲到 有关那个FOR的这个回圈 1加到99 另外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做一个99乘法表 类似像这样子 FOR回圈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把这个99乘法表 给做出来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1加到99 那如何撰写这个乘识 请各位先把这个环境稍聊 把它稍微再准备一下 然后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针对那个 几个问题来做说明 OK 第一个 如何把1加到99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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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